一月停停 出事了 出大事了 这早上一不小心 我这个乱棒轮圆 我把牛龙小宝宝给干懵了 你这傻子要起开 我死了 你好歹给我留个诠释 给他家人交代呀 不然我这难逃一死呀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下我可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清了 这小牛龙宝宝也太脆弱了 被我打得满目疮痍 看他的大嘴张的 还真是有些惊悚呢 不过我得想办法跟他妈解释呀 看来今天是难逃一战了 拼了 前面那个红色的 应该就是精英牛龙了 肯定是他老妈了 通一句话 你这个小活人 还想欺负我侄子 看我老牛我盯你 你跑 我看你跑哪儿去 今天你得给我个公道 哎呦我去老大哥 你可轻着点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这可是孙大圣的如意金箍棒啊 你可悠着点 我可不想把你干掉 凡事都要以和为贵嘛 咱们不打不僵实吧 那么今天我老牛就给你干一架 我要和你搭上三大回合 我要是被你驯服了 我就是你孙子 爷爷好 乖乖乖小牛龙 老弟和老牛大干了三百回合 还好我金箍棒护体 把他给驯服了 这下我倒是多了个孙子 走 孙子 爷爷带你 扭弯去 我骑着这头是精英牛龙 他的伤害非常高 血量也贼厚 前面有头霸王龙 让他单挑看看 也让大家见识一下 看看这红色的精英牛龙 PK霸王龙 到底谁胜谁败 又喝啊 瞅我过来了 是阿罗斯一棒 这霸王龙居然倒下了 我的天哪 精英牛龙真是太厉害了 今天本来是打算 拿着如意金箍棒 挑战难拒的 没想到 驯服了一头精英牛龙 这家伙太生猛了 顶着个阿根尼巨鹰 如听你苍蝇一样 没成想 今天倒收获了一枚神兽啊 老弟还真是福大命大 获得了金箍棒之后 收获了另外一头神兽 一个小鞋子打死你 今天总算是没白完货 山穷水尽一路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今天老弟再次驯服了 精英牛龙 从他的皮肤颜色 就可以看出 这精英牛龙的战斗力 绝非一般的恐龙 能相披靡的 挑战霸王龙 竟然如此简单 老弟今天 真是赚了一把呀 有了如意金箍棒之后 我还要去挑战难拒 等到明天 出战难方巨兽 你们感觉怎么样 还想 让我挑战哪些恐龙 都放马 过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